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新北幼儿园未要案的风暴持续扩大 现在就连国民党自家人 议员业园支都开骂 点名就是新北市的教育局官僚心态 害惨了侯友宜 好那么下午新北市议会的专案报告 侯友宜去不去呢 只说了一句尊重议会不逃避 好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含义 资深媒体人黄伟瀚直言 侯友宜侯市长要是再不主动积极去议会报告 明年其实也就不用选了 好这几天其实换侯的声音 已经渐渐变小了 取而代之的是要侯友宜之所进退的声浪变大 侯友宜要怎么甩掉老三民调 还有的拼 好另外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到的是 议员钟佩军 指控朱学恒性骚扰两度抢吻 朱学恒突然间在脸书上透露 说他自己已经到北检去告发自己 这到底是真心忏悔还是所谓大碗法律留伏笔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好那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好接着欢迎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郭国文 主持人好大家好 左手边邀请到的是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孟琦好大家好 好接着邀请到的是国民党发言人肖敬妍 孟琦好大家午安 等一下还会有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我们一起先来看到的是新北市议会 今天下午就要召开幼儿园未要案的专案报告 红友谊侯市长到底会不会进议会报告呢 始终没有给外界一个正面的答复 一起来看 召开专案会报 侯友谊端牛肉宣布远景福利政策 但却又缺席幼儿园未要记者会 难不成下午的议会专案报告也不出席 面对所有的问题 我从来不逃避 所以下午会去吗 这过程除了让我有机会 把来容计划说清除以外更重要的委员会 尊重议会 侯友谊市长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出席专案报告 这样的市长我们要您合用 赶快决定到议会来做专案报告 不止绿营议员喊话 自身媒体人黄伟翰也隔空力劝侯友谊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懂得积极到议会报告 说真的明年也不用选了 但侯友谊依旧没承诺会出席 倒是听到对手赖清德说4月就有家长反映案情 但市府到5月才处理 侯友谊反呛根本在造谣 如果用我们很早就有接到通报 就是一个抹黑就是一种造谣 新北市已经多次的澄清 第一个时间接到报案 就启动报警检发侦查 其中小朋友有一些易怒焦虑的状况 我们都有联合来辅导孩子们的健康 未要事件重挫后有形象 加上多份民调位居第三 当征召过程被质疑 黑箱作业传出基层将在全代会酝酿换猴 若选情再救不起来 不排除改头 柯文哲 我会坚定我自己的脚步 面对所有的挑战 我都会协力护 上发 那会跟韩国瑜在适当的实际同盘是什么时候 能够大家团结一致的朋友 我都会跟他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国家 后宜积极拉拢韩国瑜 努力挽救蜡烛两头烧的市政和选情 洪友宜侯市长进不进议会 真的始终是个迷 我们先来看一下 洪友宜侯市长这两天他怎么讲 他说市府在这个魏傲案 事件发生的隔天就立刻处理了 但是呢却出现很多的批评 说什么市府都不关心等等的 洪友宜说这通通都是假讯息 是民进党的打法 我来请教这个国文委员 现在说有批评的 这是你们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那么今天下午到底会不会到议会专案报告 刚才有听到洪友宜的回应说 面对所有的问题 他从来不逃避 也会尊重这个议会的流程 说整部大家还是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去 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 把话说得比较整齐 是在怕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议会是最重要的民意殿堂 它是最关键的一个监督机构 这样的民意殿堂 这样的监督机构 你弃之而不顾 那你怎么对市民有所交代 那蒋跟宏说 议会还要再召开一次大会 我觉得那是推托之词 为什么 因为议会只要会众超过一半之后 他就是等于是大会了 有些国民党动员 民进党动员 只要超过过半数之后 他临时变更议程 市长当然可以来报告 但是侯友宜下午会不会去 当我们不敢打包票 因为下午两点的时间还没到 就像昨天的记者会 他突然之间也是跑来 原来是刘和然要主持 他突然跑来 因为刚刚有议会的那些朋友告诉我说 目前在主席台上是架有平板 架有平板 以往一般的业务局处报告 不会有这种电脑大平板 不会有电脑大平板 因为一般的局处长的报告的话 大概都是用手头上的资料做报告 所以现场的气氛来看的话 侯友宜也不无可能熊熊就出现 但是如果假设没有熊熊出现的话 还是依照议会的那一套说法 议会的说法是什么 就说因为还要再召告一次大会 其实老实说 这一次其实就应该可以让侯友宜 直接说用来侯友宜市长的身份 来做专案报告 当初是朝野之间折冲协商的结果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议员 有这种折冲结果的一个主张 要求只要卫生局跟这个教育局来报告而已 为什么 原因他们的心态都是抱持的为市心态 不是那些后校校长被动为市 这些党籍议员是主动为市 为市是为了什么 为市是为了互短 但是为市为市 为市越为越有事 互短互短 互短会越互越短 越短命 我说实在的 因为整个迹象来说 侯友宜他从来都没有真正面对问题 侯友宜之所以没有真正面对问题 来看你看这个个案 他一直说这个拖延都是 这个民进党所放出来的 都没有拖延都没有拖延 5月15号接到通报 6月7号处理谁讲的 是你教育局自己讲的 从前面这样计算 就差了22天超过三个礼拜 这有没有拖延 这有没有拖延 自己想一想 结果刘和然对外讲说 我们完全没有拖延 我们完全没有疏失 拜托完全没有拖延 没有疏失的话 那侯市长在道歉什么 侯市长在鞠躬什么 侯市长在痛心自责什么 侯市长在不断检讨什么 刘和然在说什么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 就是典型的一个官僚心态 官官相赋 这种官官相赋的这个市政府 怎么会符合市民的期待呢 从头到尾到现在为止 还在官官相赋 你只要看他对这个案件的 处理的态度就好了 这个个案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真正认真的面对 老实讲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你如果真正要面对的话 你像你去看看高雄市 陈其邁做 你去看看黄伟哲 这两个人民进党的 一个呢 把他加强查记 扩大检查 把所有的幼儿园纳入 这不是高雄市跟台南市这样做而已 台中市也这样做 卢秀燕还特别什么 针对该所属连锁幼儿园机构加强检查 那我问啊 侯友宜 你扩大了没有 你对你这种四组 四组幼儿园 有没有加强处理 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就是你连个案处理的能力都没有 你也没有打算通案处理 通案处理的用意是防范于未然 让所有你管辖的所有的市民 可以得以安心 我的小朋友 我的孩子 我的孙子 送到幼儿园里头 不会被喂药 这是市府应该扮演的责任 这是基本的大家长的精神 可是有没有 都没有 他个案一直在推脱责任 在通案也没有办法反患于未然 现在的侯友宜 我老师说 他基本面已经是大崩盘了 他自己的基本面不去救 他现在还跑到我的选区来 来关心太阳冷 今天头上打败 我今天没骗你 这种基本上本命区不顾 还说想要去找赖清德的本命区 去跟他挑衅 赖清德 你一切都赖给赖清德 就能够救得了你侯友宜吗 你一切赖给赖清德 侯友宜的民调就会变高吗 你一切赖给赖清德 侯友宜 我跟你讲 你还是要面对你自己的危机处理 你危机处理不是政策草包而已 你不是市政无能而已 你还连危机处理都草包 来这个魏耀案 来请教明佑哥 明佑哥是三宝霸 作为家长的心态出发 看到侯市长侯市府 这样子的处理态度 今天不晓得两点钟 好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两点零四分了 不晓得侯市长有没有出现在新北市议会 媒体人黄伟翰说 如果侯友宜真的没去 如果他真的不懂得积极主动到议会去报告 其实明年也就不用选了 那国民党的自家人王宏威委员 他说侯友宜还是用传统市政那种方式来处理 侯市长的团队可能还没有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 连国民党自家人都这样说 侯友宜没有感受到那个警铃已经大作了吗 我觉得侯友宜他现在的心态 真的让我们回想到像560年代那种国民党高官的心态 那种县市首长的心态 可以干净 对 然后凡事有所交代就好 其实这个案子我自己看得非常心痛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国民党有很多很难替他辩护 包括业员之一现在也很难辩护 这个案子大概在4月底的时候 其实就有家长开记者会了 甚至国民党的议员在市政咨询的时候就有提出来了 后来这个国民党议员竟然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没有问 他说他说不对 对 可是他手明明比个四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这个案子一开始发生为什么侯友宜是否没有马上处理 他马上只是教育局我们打电话去关心 可是后来的后续动作是 民进党的议员陪同超开记者会 然后这个血在越滚越大 其实侯友要不要去市议会报告 这是他的问题 因为从这个表现看出来 你看早上接受访问的时候 要是我是市长 我会说我下午会准时进去 我会好好跟社会大大众交代 可是没有 我还在脉弄这个玄西 然后告诉各位说 我可能会去 你们要有所其他 他还在做政治操作 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作为一个爸爸 从恩恩案到这里为止 我每次看到侯友宜的时候 我心里都会寒了一下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过去我认为 他是国民党里面少数还算敦厚的 在这个时候竟然这么冷血 来面对小孩子 小孩子是父母永远心中的一块肉 今天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女婴呢 在新北市 然后被闷死 被这个脱婴中心的老师闷死 结果这个案子呢 一开始家长希望新北市教育局能帮忙 没有 人家新北市教育局说 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才评见过啊 所以家长要透过很多的方式 去找到证据 去找到录影带 我要问各位 现在你包括这个案子 卫要这个案子 新北市教育局跟新北市政府告诉你什么 包括侯友也都告诉你说 没有 我们交给检方 这个女婴的案子也是 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不然我们村市长要打 我们拿到水金市这些官员要打 我告诉各位 你要很清楚 我们的行政单位是有行政调查权的 并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检方 那你的行政调查权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检验都告诉你 新北市政府刘和然出来靠记者会说 你看都是阴性哦 两次都是阴性哦 我要告诉各位 半衰起过 你第一时间有阳光啦 然后喝水都会代谢掉了 可是小孩子的症状还在 甚至有上瘾的状况 拖了一个多月 才告诉你说没有全部是阴性哦 我们新北市政府很棒哦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他在举光国小召开所谓的 要召开一个咨询室 让家长去咨询的时候 第一天 你各位注意看 他还告诉你说 只有监护人可以参加哦 他后面还take哦 特别交代你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 侯市长又到了 然后结果民进党议员在外面 被校长挡人墙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或许现在政论节目很多讨论 可是你要想 他如果真的像侯友宜讲的尊重议会 民进党议员照理说可以陪同进去 帮家长反映任何的状况 结果没有 我想办法先把你镀在门外 我自己来面对家长 然后把它和谐掉 我要告诉各位 侯友宜忽然去的是什么 其实前一天 我们都知道会有公开行程 你跑到台南去观星光电 然后人家问说 为什么你又前一天才告诉你说 记者会为什么丢给刘和兰 现在第二天的专案报告 又丢给刘和兰 然后被骂了老半天之后 才从台南回来说晚上再去参加 天哪 我们选一个行政首长这么怠惰 你不要跟我说六日你不用上班 行政首长没有下班时间 这事情就是要回来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很担心我的小孩 如果去上幼儿园 被人家用这种方式下药 我要问家长会安心吗 我的小孩在新北市里面 就读会安心吗 我想问一下教育局长你要不要下台 为什么人家在抗议你可以心平笑脸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侯友宜要不要到市议会去 是他自己的决定 但是黄金起已经过了 而且他把所有的责任 第一个说你副总统 你怎么叫检调去调查 你做新北市长 因为你的行政调查权都要不复杂 你竟然叫副总统 副总统在宪法里面是被位元首 他不能去调动这些的 你以为那是马英九时代 可以去调查 检调单位去动王金平 他这种官僚的思维 让我感觉很恐怖 再来今天早上还刻意要再靠着赖清德 所以你搞错重点了 赖清德重点有什么错 他跟我一样啊 重点就是小孩啊 今天你还在用政治手段 我要告诉各位 侯友宜今天让我看到冷血 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我们可想而知 这几年他是怎么爬上来的 到今天面对媒体记者的询问 一副事不关己 一副说我会有更多的场合说明清楚 我不要你说明清楚 我们要的是真相 到底要从哪里来 你说检调要调查 你行政单位调查了没 来现在下午2点10分 我也请静言来补充一下 到底现在侯市长人在哪里 是在什么样的行程 我们先来看 其实刚才这个民友告诉大家 因为今天卫福部公布了 26名小朋友的尿检结果 那裁检结果通通都是阴性的 这26位当中有4例 就是发生在这个当事的 幼儿园的里面的小朋友 好那不过医服会的执行长说 都是阴性 但是呢这很可能是药物 已经过了半衰期 已经被代谢掉了 好第一时间 不晓得 这是不是因为经历过半衰期 所以验不出来 现在家长担心连老师也都在骂 我们来看到这个全教总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怎么说 他就是看到前天那个晚上的家长见面会 那他说校长当人强 根本无助厘清事实 如果说后用校长 把他当成是侯用校长来使唤 新北市府官僚的傲慢跟冷漠 让台湾这阵子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 难道都没有人应该要为此下台负责吗 全教总发文批评新北市府官僚啦 官僚的态度 那我请教静言 其实今天这个新北市的国民党的议员 叶元智也是同样在骂 说教育局就是那种官僚的心态啦 动作攻 新北市的这个满意度非常高 仗势的满意度高 所以庆轻猜猜猜出力啦 连自家人都在开骂咧 静言 当然不止一言之 我上个礼拜也一直在节目讲 就是新北市府我觉得是团队的心态有问题 什么心态 事务观心态嘛 凡事都是这个什么行政中立 市政悠闲 这些话我们已经听很多了 静言我稍微补充一下 那观众朋友看一下我们底下的标题 因为现在在议会当中市长的位置已经摆上水杯了 好所以是不是代表侯友宜 等一下就要来出席专案报告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稍后也会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 好不好意思静言 当然就是说市长 其实为什么我讲心态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心态 就是说你太被动了 你应该要主化被动为主动来回应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议题真的很好 就是说跟小孩子有相关 然后在新北市跟幼儿 这种东西不分蓝绿 然后刚好跟侯市长过去的形象可以做结合 他第一时间如果在他的行政调查的程序上 他可以大力的去查雷利风行 甚至是我新北市所有的幼儿园 我全部下去都清查 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我主动提供给检调 你以你的行政程序可以做的最大的 当然我们是法治国家 所以你最大的范围 你能够做的 主动出来讲 主动开记者会 不要人家骂到哪里才做到哪里 没错 你自己主动去做 但我们看到现在会演变成这么大的政治风暴 就是因为说第一时间轻忽了这件事情的发展 就是这些官员们的事务观心态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那就行政程序处理就好 不好意思 侯友宜现在同时还是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任何的事情 新北市发生任何的事情 都是政治事件 千万不能够轻忽 如果我是幕僚 我第一时间 我市长主动 我们调查完 我主动开记者会 在他被民进党的议员拿出来质询之前 我主动拿出来报告 像所有视频报告 我亲自上火线 暂停这段时间的选举行程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啊 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很久之后 昨天侯市长出来开记者会 我觉得是好事 那今天的专专报告 大家再提说 侯市长能不能够轻制到 如果待会 他能够轻制到 我们当然是建议说 他可以轻制到 因为他如果轻制到的话 很简单 现在全国讲真的都在关注这个议题 你要是我们要把危机当成转机 你化危机为转机 过去他能够有这样子的民意支持度 是来自于说 他新北市政可以把他做的好 他可以把他加固的好 他才有民意支持度 支撑他能够被国民党征召选总统 那现在面临这个危机了 这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想没有任何问题 是说蓝绿白还是什么 你要选举一定都会遇到事情 更何况你还是执政的首长 民进党也会遇到 国民党也会遇到 那你侯友一下遇到了 不要怕 我们好好静下心来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就好了 现在重点大家在追究的 分两个层面 一个民众关心你的 就是说行政程序上 你到底有没有怠惰 这个是应该要检讨的 这个就跟蓝绿政治的攻防有相关 但另外大家更在乎的 就是说以司法来说 这个幼儿园发生这样的状况 到底实际上是未读 还是是务实等等这些 这个是民众想要知道 那好你说司法有司法的程序要做 但是能不能够先让民众安心下来 这个正好是侯友宜过去的人设 他是打击犯罪这样子的形象 他如果可以在我身为市长 我能够做的情况下 我先让民众可以先安心 至少我所有新北市 所有的幼儿园我都清查过了 各位爸妈 你们不用担心 或许这个只是个案 那详细个案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后面请司法调查 然后请他公布进度 让民众可以安心 我觉得这一个应该是市府 现在要拿出的态度 所以这个包含 我们一直在讲 侯团队侯市府侯友宜 自己本身自己要绷紧神经 现在任何的新北市政 做得好做得坏 都是政治事件 好我们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 侯友宜呢 直接上这个议会的直询台 来跟绿营直球对决 那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新北市的家长们 有多怒有多生气 好最新消息是 儿童权益促进协会 已经说了 6月18号的下午 要发起活动 号召家长跟民众 到新北市的市民广场来抗议 如果市长真的做得好 家长会这样子 这么样的生气吗 那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 好等一下回来 我们持续带您关心 新北市议会的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